经济部水利署规划开发鸟嘴潭水库 来满足彰化南投的用水需求 并且研议将乌溪县草屯国姓 埔里及渔池等乡镇列入一级水源保护区 针对保护区划定 将严重影响南投乌溪轴线的观光发展 县长林明珍在县议会县政总质询当中表示 希望中央能解除列入一级水源保护区 县府才有可能支持兴建 为了解决彰化以及南投地区的用水问题 经济部水利署正规划草屯鸟嘴潭人工湖开发案 另外也倾向将乌溪划定为一级水源保护区 这个举动将影响南投乌溪沿县乡镇的观光 以及地方建设推动 县长林明珍在新议会县政总质询中表示 如果水资源局能够解除乌溪 列入一级水源保护区 县府才有可能继续支持兴建鸟嘴潭水库 鸟嘴潭现在如果被规划为一个水库的话 那么整个这个管制就非常的严格 像如果是水源一级保护区 那么包括草屯 国姓 普里仁爱 以此这个地区乌溪县的这些乡镇以后都不能做重大的建设 这个妨碍地方的发展非常的严重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区的范围里面要投资所有的兴建 包括契约要投资都不能够让它去投资 所以这个对我们南斗县的伤害相当的大 如果水资源局 水利数不尽快的把这个解除掉的话 我们是坚决不让它来兴建鸟嘴潭水库 关于鸟嘴潭水库用地架构的问题 县议员简四胜也提出了咨询 县长表示 目前水资源局用地征收费用预算过低 县府会介入协调维护农民的权益 因为现在这个水资源局 它所编列的征收用地是非常的偏低 它对我们这些的农民 实在是非常的伤害非常的大 那么我们一定要像请水资源局 我们现在的土地征收都是用协商 洽购的方式来办理 那么我们希望水资源局都能够跟我们这些农民来协商 把价格让他们满意 满意为止我们才会同意 让这些用地来办理洽购 来办理登记 我们才会支持 如果这些农民都反对的话 我们县政府也绝对不会支持这个案子 让他来兴建 由于目前地方盛传水资源局将以不及市价的一半 约每分地350万元架购土地 引起草屯镇北市南农民的强烈反弹 有心征收之后 没有能力再购地 将永久失去农保的资格 县府深知农民的苦处将与农民站在一起 要求水资源局以合理价格向农民协调架构土地 维护农民的基本生存权益 我们要去市场没去过 就要去市场没去过